由于Google将Chrome的引擎由Manifest VR更新到V3 你们的最新版Chrome 在应用商店中 是不是有很多扩展程序的安装界面是这样的 这个按钮是灰色 无法安装扩展程序 而我的是这样的 同一个版本的Chrome 怎样同时间融Manifest VR和V3呢 以最新版Chrome为例 为了确认是最新版 直接从Google官网进行下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看一下当前版本号 打开应用商店 我们来直接搜索一个Manifest VR扩展程序 比如Ublock Origin 默认情况下 Manifest VR扩展程序会显示这样一条提示 并且扩展程序的安装按钮显示为灰色 先将Chrome关闭 点击开始菜单 搜索Windows PowerShell 选择以管理员全线运行 粘贴代码 代码已放到视频简介区 现在重新打开Chrome 打开应用商店 搜索之前的扩展程序 现在可以看到 之前的提示虽然依然存在 但是安装按钮已经变为可用 点击添加至Chrome按钮 Ublock Origin 安装成功 再来看一下Chrome的版本号 和之前没有任何变化 Ublock Origin 也是激活状态 那刚才的命令 到底运行了什么 打开开始菜单 搜索Red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跟着视频中的导航 在这个位置新建了一个项 并将这个项的值设置为2 到现在为止 Chrome已经恢复Manifest VR扩展程序的支持 但是接下来这一步非常重要 因为Google可能在下个月 会将所有Manifest VR扩展程序 从应用商店移除 所以 现在可以将用到的所有扩展程序 进行备份 备份方法也非常简单 打开应用商店 搜索CRX 点击CRX Extractor Downloader 点击添加至Chrome按钮 将CRX Extractor Downloader 扩展程序 固定到工具栏 搜索需要备份的扩展程序 依然以Ublock Origin为例 在这个界面 点击CRX Extractor Downloader图标 这里支持将扩展程序 下载为Zip压缩包 或者单独的CRX文件 建议这两个选项分别下载 以备不时之需 练乱 10分钟 3分钟 提供 哦 哇 mant